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 今天晚上跟大家聊一聊毛泽东 他的名字又叫毛润芝 毛润芝的罗曼野史 为什么又是罗曼史又是野史呢 因为他的这个女人很多 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传闻 官方这个文字记载的很少,很有限 然后互联网上能查到的资料也是众说纷纭 所以没有权威的认证,只是一个野史 大家当着一个故事听一听就好 不要太认真 我们这也都是根据网络上的一些资料 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分析对比 有一些呢,我也认为没有多少证据 但是是一种说法 我们就把这个说法跟大家谈一谈 但是他的女人很多啊 这个拉一个名单的话 这个要拉很长的一个名单 你想想毛泽东一生 这个深信风流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人 当然从好的方面来讲 让多少女人对他梦寐以求 或者是难以忘怀 应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魅力吧 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挺招人 招女人喜欢的 那么他自己看上的女人 他一般也不会轻易放过 所以他的这个浪漫史应该说很长 时间跨度很长 那么我在这呢 就是有一份不完全的名单 这个不完全的名单就有40人 那我估计以后呢 还能找到更多 就是先把这40人名单跟大家报一下 第一个叫王石姑 这个王石姑未必是真名字 因为过去的女人在旧时代 很少这个女人有大名 很多都是家里边随便起个名字 出了门嫁给别人以后呢 就跟着夫姓 所以很多人到死人家都不知道他 只是说谁是谁的老婆 只是知道这个谁什么氏 比如他丈夫姓罗 那就是罗氏 那么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真实的名字 那么这个王石姑呢 大家倒还是能够知道他是谁 他是这个毛泽东的 他的大表哥王继范 王继范他成为九哥 比他大九岁 那王继范的妹妹 王石姑呢 又比毛泽东小 这是应该算是知根知底的吧 有这么一个 就是他的表妹 从小在一块玩的 青梅竹马 这我先念一下 然后再说这个来龙去脉 我先 第一个是王石姑 第二个是罗依秀 罗依秀实际上是他第一个成亲的女人 也就是他的原配夫人 叫罗依秀 然后呢是陶思勇 陶思勇呢是当年在湖南 有一个叫周南女子中学 女子中学里面有个师范科 在师范科二班 有一位这个他的名字大名叫陶义 就是义立的义 那么陶义呢 自思勇 这个陶思勇呢是 非常的漂亮 也是非常有才华 人也大气 据说长得个子也很高 专门后来还有一些 中共官方拍的一些电影 电视剧里边 还出现了陶思勇这样一个人物 他当年跟毛泽东曾经有过一段时间 别人都说他们是在谈恋爱 对吧 就是说来往非常的密切 后来呢可能有一些意见不合 然后就分开了 分开以后呢 毛泽东就跟杨开慧 正式的就是跟杨开慧交往 然后结婚 所以陶思勇后面是杨开慧 杨开慧后面还有一位 这个人呢很早就认识毛泽东 是谁呢 是杨开慧的 应该说是杨开慧他哥哥的老婆 也就是杨开慧的嫂子 叫李依纯 纯洁的纯 这个女人可一点都不纯洁 所以李依纯应该是理解为 这个李依纯呢 是一点都不纯洁 后面我们专门要讲他的故事 那么毛跟他的关系是后来的事 但是他们认识很早 因为他跟李依纯啊 很早就认识这个杨开慧嘛 跟杨开慧的关系非常熟 然后呢 他又嫁给了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这个李依纯的故事是非常的 应该说是共产共期的一个典范 我们后面会提 再一个呢就是贺子珍 那么贺子珍是毛泽东娶的 第三位太太 因为这个第一位呢是罗伊秀 第二位是杨开慧 第三位是贺子珍 第四个是江青 然后呢 有一个史莫特莱 史莫特莱呢 是美国人 对吧 记者 实际上他是 史莫特莱这个人很复杂了 就是说他是在英国 应该他的身世 又跟德国有关系 这个以后我们再详细介绍吧 史莫特莱 吴莉莉呢是史莫特莱的翻译 这个吴莉莉长相 从照片上来看 跟后来的大S 那个长相非常的接近 然后呢张文秋 我说张文秋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 张文秋两个女儿可是大名鼎鼎 一个是刘思琪 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个刘绍华 刘绍华后来把刘子去掉了 就是叫邵华 大家都明白了吧 刘思琪嫁给了毛岸英 这个邵华呢嫁给了毛岸青 也就是说 这个兄弟 姐妹两个嫁给了兄弟两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嫁的不是别人 是毛泽东的两个儿子 张文秋早年就跟毛泽东 非常的熟悉 甚至关系暧昧 所以呢 爷史里边很多人都说 他跟毛泽东早就有一腿 那后来呢 他没办法嫁给毛泽东 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嫁给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 然后再下面的是丁玲 丁玲是著名的女作家 在延安的时候 跟毛泽东关系非同寻常 毛泽东没事就到他的窑洞里去 甚至毛泽东还跟他开玩笑 讲起什么皇帝跟妃子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们以后也会说 然后呢 孙维世 孙维世很多人都听说过 她是周恩来的养女 据说长得非常漂亮 在苏联的时候 林彪都是想追求孙维世 但是孙维世居然没有看中林彪 拒绝了林彪 其实他如果要是知道 林彪以后的那种发展和地位 但那个时候 他也应该是很静默林彪 因为林彪当时已经是中共军队里边的 一个非常杰出的青年将领 但是呢 孙维世可能就跟他的性格呀 跟他的这种生活的风格 可能感觉的差异太大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没有接受他 但是后来孙维世的身世很惨 然后一个叫冯凤明 冯凤明呢 是延安这个平居院的演员 据说是延安平居院时的 四大美人排在第一位的 说这个他是出生于南洋 华侨家里边 应该说是见过世面的 生活啊 教育整个家世的环境都比较好 到了延安以后 那你想想 延安大部分都是土包子 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美女 而且延安的那些女性本来就很少 所以呢 这个非常引人注目 那么当时呢 毛泽东喜欢看平剧 看这些女演员 结果呢 有一次看完平剧 他们几个人一块 有好几个人在一块 这个说是到毛泽东窑洞那去弄点 这个夜宵吃一吃 结果吃完夜宵以后呢 毛泽东说要跟冯凤明 谈一谈文艺方面的问题 其他人都走了 就把冯凤明留下 你想 本身就已经很晚了 还留人家下来 留人家谈什么问题 那本来就是有所图的 这个后来咱们再说吧 张寒之 张寒之呢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是这个张世昭的养女 后来呢 这个在外交部 一开始是毛泽东的这个英文老师 是毛泽东私下请的英文老师 后来在外交部工作 后来又嫁给乔冠华 这个故事很多 下面一个余山 余山可能知道的人很少 我们下次再详细的说吧 这个上官云珠 也是大家都很了解的 就是上海原来一个著名电影演员 在民国时代就已经很有名了 还有呢 陈惠敏 陈惠敏是父亲也是高干 是军队里边的 他呢 自己本人15岁 就成为这个空政文工团 就是可能更早就进了空政文工团 做演员 后来被挑去陪毛泽东跳舞 所以呢 很早就认识毛泽东 那他自己在80年代 曾经向香港 向香港开放杂志的这个记者呢 去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跟毛泽东的这种情史 就说的挺详细的 讲了很多的事情 这个人呢 现在有可能还在世 有可能是在英国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还有人说他到了加拿大 那我们现在不是特别清楚 那开放杂志的主编 金钟 以前跟他见过面 也有过一些联系 后来可能就失去联系了 然后呢 就是 李云露 李云露 还有呢 张善兰 唐文生 夏菊利 严惠珠 谢静怡 谢静怡 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原来是 派 毛泽东派到清华 实际上他当时 掌控清华和北大 两所顶尖名校的 这个毛泽东身边的人 然后 姚苏贤 吴旭军 吴旭军就是 毛泽东身边的一个护士 后来被称为护士长 邱桂荣 刘凤英 王爱梅 白玉莲 杨丽清 于亚菊 胡敏珍 董若英 岳美提 刘苏元 刘苏元 刘苏元这个人 原来是空振文工团的 他后来好像跟毛泽东 有很多的密切的来往 这个还告状 他有些打小报告 就是到毛泽东身边 可以这样子来去自由 邵景辉 孟景云 孟景云也是跟毛泽东 关系比较密切的 在毛泽东身边 做过一些护理工作 还有张玉凤 张玉凤原来是火车专列的服务员 后来被毛泽东看中 十几岁就被毛泽东看中 然后张玉莓 就是张玉凤的妹妹 我们念这上面的名单就40人了 这个没有在名单上的人更多 当然这名单上的人 我们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就确认 一定是跟毛泽东有这样的情史 上过床 但是毕竟都是有民间传说的 都是有故事的 所以我们一般也都会提及一下 那关于毛泽东 毛润之的这种罗曼野史 应该说内容非常的丰富 一次肯定讲不完 你看我今天光念名单都 稍微点评一下名单 就已经花了十几分钟了 所以我想你说40个情人 如果一次讲五个的话 40个女人吧 一次讲五个女人的话 还得讲八次呢 我能不能讲八次 我就觉得可能不一定要讲那么多次吧 大家是不是听了听了以后 后面就有点厌烦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讲八次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我讲个几次就结束 看大家的意见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 等于是开题 就是一个开场白 好吗 好吗 感谢观看